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 22号晚和23号上午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和第四次会议 通过19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草案 提交各代表团酝酿 习近平同志主持会议 会议通过了经各代表团差额预选产生的 19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草案 决定将名单提交各代表团酝酿 据了解从10月21号开始 各代表团对18届中央政治局提出 并经大会主席团通过的19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 人选名单进行了认真酝酿 代表们认为这个名单是经过严密的组织程序 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产生的 集中了各地区各部门各条战线各个行业 党的执政骨干和优秀代表 整体素质优良 结构比较合理 分布比较均衡 群众基础比较好 是一个考虑比较周全的方案 10月22号下午和23号上午 大会举行各代表团全体会议 先后对中央委员 中央纪委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进行了预选 按照大会选举办法的规定 预选采用差额选举办法 差额比例均多于8% 整个预选工作在大会主席团的领导下 在监票人的监督下 严格按照大会选举办法进行 预选结果合法有效 根据大会选举办法规定和日常安排 23号下午 大会举行各代表团分组会议 酝酿主席团第三次第四次会议通过的 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 中央纪委委员候选人名单 24号上午 大会将举行正式选举 中央在一番空前 两日后 参加水 小冬 中央